我有注意到身旁有非常多人 都会习惯把自己的聊天记录啊 把那个全部的未读性全部点开 好像出现右上角的红点 他就全身不对劲 我们很害怕错失一些大家在聊的话题 是你害怕变成边缘人 这叫做FOMO Fear of Missing Out 或是恐惧症 把生活想成诗让心灵更舒适 欢迎收看Ariel聊心事 哈喽大家好我是Ariel 我有注意到身旁有非常多人 都会习惯把自己的聊天记录啊 把那个全部的未读性全部点开 好像出现右上角的红点 他就全身不对劲 或者是你在看你的动态的时候 把他全部点开在睡觉之前 变成一个必做仪式 好像内心有一个很深沉的焦虑 非常害怕错过朋友的今天发生了什么事 去哪里 这叫做FOMO Fear of Missing Out 或是恐惧症 什么是FOMO呢 他到底又是什么样的现象呢 他主要就是在讲 我们很害怕错失一些大家在聊的话题 甚至别人可能想去party啊 去哪里走一走啊 所有事情里都害怕跟朋友不一样 是你害怕变成边缘人 其实在青少年啊 目前是被提出来最常发生的一个现象 青少年的人际关系 通常还没有那么成熟 所以他们非常需要追求认同感 这是他们人格养成形成的一个关键 接下来Ariel就跟大家介绍 就是学者之前有分享出十题 可以检视一下FOMO的倾向 一到五分 一分非常不同意 五分是非常同意 大于三分 可能有一些FOMO的倾向了 第一题哦 我担心别人比我拥有更棒的经历 就你很害怕身旁的人啊 有一些比你还好的经验 第二个 我担心朋友比我拥有更多很棒的经历 已经不是别人了 你连朋友都很担心 第三题 当我发现朋友在做好玩的事情的时候 没有我 我会很担心 你害怕朋友有这些经历的时候 你都没参与到 第四个 当我不知道朋友在做些什么的时候 我会很焦虑 你就一直拿手机起来刷 没事就看看斗态 看看朋友是不是在做什么 这样会让你安心 第五个 听懂朋友的笑话对我来说很重要 就是你害怕朋友的话题你不能参与 或是那些梗你没听懂 你内心就会非常的焦虑 第六个 有时候我自己会觉得好像花太多时间 在跟上周遭的人事物 就是你会发现你的时间都不够有 因为很多时候你都拿来刷动态 第七个 错过跟朋友见面的机会 我会感到很困扰 尽管今天你身体肚子很痛 头很不舒服 但是你还是想去这个party跟市集 因为你怕没有开语的话会搭不上话 第八个 当我拥有很多美好的时光 我一定要分享到网路上 更新你的近况 东西还没吃手机先吃 好怕就是自己错过了分享的时机点 第九个 错过一场你会先计划好的聚会 你就会感到很困扰 就是当大家都约好说我们什么时候要出门 但你可能因为家里或是身体 或者是你自己有一些失事 导致有些厌恶 你就会非常非常懊恼 觉得啊怎么办 说好的计划怎么会没跟上呢 第十个 就连在度假的时候 你也会持续follow朋友在做些什么 就是你可能已经好不容易存钱出国旅游了 结果你办网卡不是为了当地查 有什么好吃好玩的 你是为了要看朋友有什么样的动态近况 当这实体啊 每一个你只要有发现大于三分 可能在那个现象上你就有一些fomo的趋势 有这些趋势不是为了给自己贴标签 我们的目的是为了有更高的觉察力 知道说自己掉到这个困境里面了 我们是不是可以用什么方法 让自己的生活过得好一点 所以这个让大家有一个参考的指标啰 那最后Ariel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何摆脱fomo焦虑 其实fomo的关键就是没自信跟缺乏判断力 就是我们要做一些预防的方式 预防剩余治疗 当我们现在被这些社群媒体全部笼罩的时候 你就会想说是不是网络害我们这样 其实不是啦 就是你想一件事 有些在古代早以前的时代里面 也会有一些就是街头邻居会在那边说什么 哦那个阿春最近怎样 那啊哈最近发生什么事 其实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这些现象好吗 所以不要再怪给网络 网络只是让我们在update的时候速度变得非常快 关键我刚说预防剩余治疗是 不管是你的社群媒体啊聊天平台啊 你追踪了你自己真正喜欢的东西就好 就是说当你看完那篇动态 你就会觉得 哎其实心里面是蛮有能量的蛮舒服的 再来第二个是 我们避免一些单向的社群互动 什么叫单向就是 其实我们一直刷这些 我们会以为别人都过得很好 但你千万要记得一些 人不是每天都在过年的啊 这些社交连结是我们人的需求 你就主动命他嘛 跟他聊天啊 问他说哎你还好吗 你这个很酷耶 然后对方可能说对啊对啊 这个下次你可以去啊 你们搭话起来就会让你觉得内心很丰沛 因为你们是有互动的 单向全部改成双向 其实对于FOMO会改善非常多 你的焦虑就会得到安全稳定 最后最后 你千万要记得一件事是 其实所有我们观看出去的内在感受 都是我们心里面的投射 所以你所有的焦虑感受 回到最根本的核心 有可能是你内心有一些非常疲劳 非常无力 这些很深的负向感受的讯号 当你正视这些需求的时候 FOMO才会越来越轻微 当你自己现在位于青少年的阶段 看到这支影片 你可能想说 好了不要去参与大家的很多话题 这样我会不会变边缘人 哦不会的 其实来到长延的世界 人人都是边缘人 我们都能成为自己 掌握自己内心感受的主人 也就是当我们回到 自我照顾需求这条线上的时候 我们的FOMO才会越来越轻微 当你身边有人 也有这样的现象的时候 你可以去关注看看他的需求是什么 可能他很渴望你的一个问候 一个大话 就会让你们的从单向连结变成双向 让彼此的情绪互动 越来越舒服越好受 那今天就讲到这啰 拜拜 诶 啊你们阿霞最近是去到这一头了 过了怎样 可能他们的孙子有回来 这样他们的孙子有欢迎 这就是措施恐惧症 因为他一早起来 就想follow上 别人最近假日过了什么行程 你看吧 所以跟网络无关 重点是哪个脚脸 喜欢我们的影片 请按喜欢 订阅 并开启小铃铛哦